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战 台湾关系 下一站 新闻杂料 评问加拉 欢迎收听 观测战底加拉 欢迎收听第1.5季 第三集的观测战底加拉 我是可馨 我们今天不会来讨论 台美关系跟国际动态 但是还是欢迎大家到 我们的Facebook本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战 看我们的文章 搭配着我们今天的讨论 一起服用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观测战哦 好 然后今天没有香菇 但今天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 也是我们观测战的重要 支柱 支柱 他叫大顺 你跟大家say hi 嗨大家好 我是大顺 然后就是 66大顺的大顺 然后大选 大家应该都蛮累的 所以我们今天想来一点 比较轻松的话题 因为我们都觉得 大家大选 说真的我自己也蛮累的啦 就从 从 十 没有 从八月的时候 就在为大选的事情 开始在那边焦头烂额 就觉得需要有一个 呃 怎么讲 调剂身心 对调剂身心 他刚刚才跑完步驟来 哈哈哈哈 然后所以就是需要调剂身心一下 然后也我们的那个 观测战的见面会儿 我们也会有一个环节 是大家一起来玩桌游 所以我们就 今天来访一下 他群的 的创办人 玉婷 嗨大家好 我是玉婷 哦就这样吗 哦还要说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他群在干嘛呢 哦 哪个他哪个群 哦他是 你我他他他群体的群 意思就是 心中有他人的群体 对 我们是一间桌游 这是假的 这是什么话 工作室 但是我们主要做的题目 都是跟那个 公共运题有关这样 嗯 好 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聊他群 然后我们这边 嗯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 我知道大家有可能点进啊 还是会想要知道一下 现在美国的选举更新 但因为我们现在录影的 录影录音的时间是礼拜三晚上 那目前 嗯看起来川普 在摇摆之后上面 他都全部领先 但因为还有票还没有开完 就邮寄的票还没开完 所以还不敢说 我们还很难说 大家真的就是 关注我们的Facebook 嗯 然后我们这一集是在礼拜五 晚上上线 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敢讲 那我们可以讲的一件事情是 美国现在到处都很担心 会有暴动的现象出现 呃 像是在纽约 他们就已经大量发放润滑剂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发放润滑剂吗 润滑剂 润滑剂 不是 现在纽纽就是他们大量发放润滑剂 所以纽纽约就是一群疯子 然后纽约的疯子他们在激动的时候都会爬上电线杆 然后所以他们就要在电线杆上面就是涂上润滑剂去防止就是他们要暴动啊 爬不上去这样吗 哦 这么夸张 对这是要让他们爬不上去 而且很多的就是商店他们全部都用木板 就是把商店把它遮住 就是要保护商店 所以确实是有暴动的可能性出现了 所以也需要大家 就希望大家继续的关心美国目前国内的状态 因为美国国内的稳定程度都会影响到台美关系 然后也会影响到台湾的动向 好 那我这边也没办法讲太多 因为就是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要来讲一下那个观测站见面会 就像我们上次讲到我们多开了一个付款方式 就是邮局转账 那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 资讯我们 对就直接私讯我们 就是我们就会直接帮你从后台看你有没有报名成功 然后 现在我们有资源邮局转账汇款 你可以在活动页面上勾选那个pay by check 然后再传你汇款的明细的照片给我们 就可以完成报名 希望就是学生啊或者是没有信用卡的 那也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参加 没错没错没错 好所以大家就是去报名 然后因为我们目前是有在思考要多增加几位的 报名人数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去踊跃的报名就不用担心 好那我们就要来问 就是桌游相关的问题了 好我们先让你介绍一下他群是什么 然后还有你在他群的工作是什么 呃他群 其实就是一间 目前是在做桌上游戏的工作室 那我们主要做的主题呢都是跟公共议题有关 例如说有劳动权益啊 贫富差距啊 然后司法 然后儿童权益等等不同的议题的桌上游戏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来让大家 呃来接触议题的时候可以降低门槛 然后一边得到乐趣一边可以跟理解议题 还有换位思考等等 然后重点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在游戏中可以对话 产生性的火化 看见议题的另一种新的可能 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诶你这个超官方的诶 就感觉你是背完把你那个网站上面的字 没有脚焦出来 没有这个因为这个已经讲过一百多遍了 所以我已经不用背 我已经讲得已经很顺了 内化了 对内化了对不对 好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就是 因为如果现在有YouTube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就拿一下你们的桌游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总共有几款 你们推出几款的游戏 呃我们其实做很多桌游 但有些桌游是接案而做的 好就是我们不能自己卖 那但是有我们像目前有在贩卖自己做的 其实就是这三款 像这个叫光明城市 是讲法治教育的 就是在讲呃法治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概念 例如说什么责任隐私权威 好正义这些东西 在这个法治的国家里面会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然后一方面也是让大家体现说 如果政府的权力很大的时候 在很威权实在跟很法治的时期 对于人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蛮有趣的就大家在里面是扮演不同的官员 他自己厦蛮有趣的 Archive 自己往脸上贴金 你刚刚不是才说光明城市 就像现在的哪一个 哦哎呃 我不能讲 我怕我被抓 我是 non 哈 相差还是 插岗 就是说 这是巧合 就是因爲这游戏 就是因爲这游戏 巧合巧合 然後對其他人們有產生不同的影響 那我是覺得跟某個地方 有點點像 剛好就是剛好 這跟著 坐我身邊講那麼多 他的嘴唇在抖 對我好害怕 你在害怕什麼 我很害怕 那你會推薦就是 對什麼有興趣的人 可以來玩這個遊戲嗎 我覺得是說 如果是說他對於就是說 法治政府裡面的權利跟人民的影響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玩這個遊戲 因為這遊戲中你會扮演就是說 有市長 有財政局長 有警察局長 有法官 那這些不同的官員 其實在對個政府而言 都有不同的影響力 有他的權利的 不同影響力 那這些權利是怎麼影響 這個社會 我覺得他是 就是如果想對這份有了解的話 就是權利如果太小 等於是說政府就沒有辦法 有效的去管理這個社會 但是如果權利太大的話 可能又造成其他的影響 那我覺得 我來玩這個遊戲 可以體驗這件事情 會蠻有趣的這樣 好 幫大家亂開箱一下 呵呵呵 要不要介紹下一個遊戲 還有這個就是 這個叫眾生議會 這個是特色的就是說 它裡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議題 主要就是說我們玩家扮演其實就是說 一個在虛擬世界裡面是扮演一個被抽中到一個電堂裡面要去發表 想法的公民這樣子 對 那那這些發表想法公民呢 他們每個人都是有各懷鬼胎嗎 然後希望可以在這個議會的過程中 去獲得自己最大的權利這樣子 所以遊戲過程期就是你要對議題發表想法 接下來你要去選戰操作 將那個選舉結果導向你想要的結果這樣 然後這遊戲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沒有川普啦 有川普 有川普 沒有 長得很像川普 長得有點像而已 長得有點像而已 它是媒體大狠長得有點像而已 所以這真的不是有針對什麼去做設計的嗎 其實真的是沒有 但是說 都是巧合 哈哈哈哈 對巧合 就是巧合沒有沒有沒有想那麼多 你都沒有參考什麼議題來 沒有 這遊戲就是這遊戲裡面有50個不同的議題 就是遍布各種議題這樣 就希望大家可以在遊戲中 看見很多不同議題 然後可以跟很多不同 討論交流這樣子 那你在做這些議題的時候 你不是就每一個議題都要去查 就是他被 譬如說 講到教育議題好了 那你有可能過去不是教育的背景的 那你是不是要重新查這些資料 對對對 基本上 我們其實一開始是說 是先從網路上 找大量的各種議題 大量的收集要發想都議題 然後就從中去挑 然後挑完之後 當然會針對各別議題再去 去找詳細的資料 就是確定知道 這裡面內容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你設計這個 眾生意會你設計多久 眾生意會應該設計了一年又 哦 對對對 好 下一個 下一個遊戲 好好 他們遊戲蠻多的 好好好 太好了 我就是繼續講我們的遊戲 對 表示我們真的是講真的好不好 好 然後這遊戲是烏托邦賽 烏托邦賽 這其實是我們 呃 成名之作啦 可以這樣講 它其實是一個討論貧富差距 階級流動跟 分配爭議的遊戲 這遊戲中有三個世代 我們扮演的是不同的家族 然後每個家族都有階級 有政治家 有學者 有資本家 當然也有勞工 每個階級有每個階級的優點這樣子 那是呢 階級會流動 總共有三個世代 就是你在三世代裡面 你要去經營自己的家族 讓自己家族繁榮起來 對 然後遊戲共同中最有趣的是說 他有選舉制度 可以選擇不同的制度 例如說稅資 例如說就像是 有的制度是 所有財富都要充公 由政治家來做分配 有的制度是說 所有財富都充公 但是是平均分配 有的制度是對於資本家 客數很重 對 有的制度是 對勞工客數很重 然後有的制度是非常輕 就是他可以體驗 很多不同的有趣的制度 所以你做完這個遊戲 你基本上已經可以解析 成個社會結構了 就是從 用馬克思以前為本的 這樣的思考去結構社會 呃 我不敢這樣講啊 這個太太太太太囂張了 我沒有這樣講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 可以體驗一下這個遊戲 但有的人覺得這個遊戲很左派 就是覺得這個很左派 那我自己覺得還好 對對對 我覺得烏龜賽就是說 假設你真的對於社會的財富分配 跟屏幕差距這件事情 你很在乎的話 我覺得可以玩烏龜賽局 那光明城市咧 光明城市說 如果你對政府的權利 在意反送中的聽眾 不定反送中 例如說 最近政府也有什麼 什麼東夷案之類的 就是 就是關於政府權利這件事情 你比較在乎的話 就可以往光明城市 好 有可能泰國也可以就是 運用在上面 喔對對對 泰國也是 幫你洗白一下 對對對 然後在 我好害怕 然後好 另外眾生議會呢 眾生議會是說 假設你是 很喜歡對議題發表想法的人 什麼樣的議題 還是各種議題 就是各種議題 因為這個議題是遍佈各種領域 我們有特別挑過很多領域都有 好 哪一款你覺得 會推薦給我們 觀測站的朋友 關心台媒關係 或國際議題的 嗯 哇 就眾生議會吧 哈哈哈哈 好 就眾生議會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近 不是河辦活動嗎 就是用這個遊戲 哈哈哈哈 嗯 對對對 好 再問一個問題 反正因為剛才 玉婷就講到 他是希望透過遊戲 然後帶動公民 對議題的意識嘛 這個 經驗當中 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嗎 因為我們其實 設計的事實在 我們還要做一些 就是我們很常帶工作房 就公開工作房 就讓大家可以 來體驗遊戲 還有就是分組討論 討論分享這樣的活動 然後有一次 在這個烏托邦賽局的時候呢 我報名的時候 一個非常 震驚的 報名消息 他就寫說 他沒有公民醫師 他是資本主義的信徒 我想說 哇賽 我就說我們的工作房 上面沒有寫說 這個是要公民醫師的人 才能參與 然後有人寫這樣 我說哇這該不會是來踢館吧 做遊戲做一周 有人要踢館 所以我是有點緊張 嗯 但是我又有點想用卑鄙的 所謂就是說 乾脆就是 跟他講說 騙他說就是耳滿了 他說欸你不能來這樣 不要讓他來就好了 這樣子有沒有 怕被踢館 喔對我那時候很害怕 可是後來仔細看 這個名字很熟 想像是朋友 對 然後總之就是我還是讓他來了 有趣的地方是說 我們通常在這個 烏托邦賽局 因為他是講貧富差距 跟分配的 分配爭議的一個遊戲嘛 所以其實我們在 一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小的活動 遊戲開始的時候會有一個小活動 就讓大家就是 各組會去討論就是說 你對於分配的想像是什麼樣 大家會去討論 然後剛好他們那組裡面 有一個很左派的人 他就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 就是大家賺錢 就是應該盡可能的 平均分配給大家 讓大家都可以過好生活 這樣子 然後我那朋友是 他就是 比較 資本主義一點 他就覺得說 沒有啊 當然就是我努力賺多少是我的錢 我不一定要 我幹嘛分那麼多錢給其他人 其他人是不努力嘛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 就是其實一開始討論 就有點小火花 互不相浪將 對 那有趣的地方來 就開始遊戲之後 我朋友剛好抽到一個 可能比較不利的階級 對 他被其他有利的階級 打壓 打得有點辛苦 然後我朋友很努力的想要翻身 一直翻身不了 一直翻身不了 他竟然做出一個破天空的行動 他找那一位一開始左派的那個朋友 結盟 說我們應該一起努力合作 因為這遊戲中可以 扣過選舉改變社會的制度 他跟他結盟說 我們要改變這個社會的制度 現在制度不是很公平 他決定要改變制度 他一起來跟他結盟 我嚇到了 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議 其實蠻符合的 就是在社會上面會看到的啊 就是有時候真的就是 為了要擴大你自己的利益 然後去跟原本你沒有辦法 就跟你意識形態相反的 或是跟你不是同一個 呃 站在同一邊的 然後去跟他結盟 去達到擴大你的利益 這蠻符合的社會現實 對對對 他們就真的有合作 但是合作之後還是失敗 還滿還是數個人的戲 對他們數個戲 可是我覺得最經典的的是 好立志的故事 最後面他現在跑來跟我說 他說 他發現他自己其實有點幸運 意思是什麼 他說要不是我 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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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不是誰好 他就真的是這樣子一個怪的人 然後後來就 有一段時間成為我們遊戲的推廣大師 就一天到晚 他有買遊戲 他後來有買遊戲 因為那時候遊戲還沒有 算是那個遊戲還沒有推出 那時候有點像試玩會 還沒有真正出版 但後來就有買遊戲 然後就是會去找他朋友玩這樣 蠻勵志的故事啊 對我來講蠻勵志的 對對對 好那想要問說 那你自己最喜歡 你自己做過哪個議題遊戲跟為什麼 這是大順問的 欸對我問的 好吧 是不是很難 如果我想 我這個問題我有想過 就是我覺得 玩我們家的遊戲真的入門款的話 我覺得真的可以玩烏托邦賽劇 因為他真的有太多故事 太多不同故事 而且這遊戲跟不同人玩 會有不同的火花 你會發現 你會認識個人的自己的朋友 是背後的價值觀是什麼東西 這個蠻有趣的 那有沒有在就是在玩的這些人 然後之後他們 在玩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就因為這樣子 就是分到揚鑣 然後最後就是 妻離子散 這個 我亂用成語 好像沒有這樣子啊 就是遊戲玩完之後 應該都是大家 沒有沒有恐怖 對對對對對 沒有沒有這樣子 就是應該是說 蠻多人都是有新的一些想法 所以發生就是道不同不相偉貌 然後就決定就說我們合夥結束 既然你是一個資本家 我是個馬克思 我就絕對不理你 好像是沒有這樣 但是我講這個有個相關就是說 其實大部分人他反而很喜歡跟這種 價值觀不同的人玩這個遊戲 因為他才發現說 喔原來他們是這樣想這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我們很難想想說 其他人是怎麼 就是價值觀差很多 那那那那 我可以有個提議嗎 我覺得你要不要做一個遊戲是針對 就專門給韓粉跟他的孩子可以玩的 這難度有點高 這超重要的 這是就是關乎到台灣的團結性欸 你有沒有覺得台灣的重責大人 就交在你的手上了 雨婷 這個難度好高喔 很多孩子都不知道 怎麼跟韓粉的爸媽溝通 我覺得這是蠻實在的 我也有朋友是韓粉的 爸媽 所以就我側面來 我覺得這件事情難度很高 我覺得主要有幾個原因啦 因為其實說實在話 因為他父母就是 就是父母的那一輩世代的人 其實比較對遊戲沒那麼有興趣 我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點 對所以 他們打麻將 對他們打麻將 他們不玩桌遊啊 打麻將因為有錢有勝負有沒有 可以賭錢 那你就要讓你的遊戲是不是 就可以賭錢 然後有勝負啊 也是齁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 我做出來應該蠻了不起的 我覺得有一天可以做出來 好我們就等你做這個遊戲 好 OK 好你說囉 這已經公播出去了 好啊 反正什麼都做出來不知道嘛 就有一天吧 呵呵呵 因為其實也要搭配到現在選舉嘛 那其實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覺得美國的選 不是很多人 就連美國人自己很多人都覺得 美國選舉制度很複雜 從初選 然後一直到現在 像他們選舉人票制到現在還是 真的很多人會不了解 那有一個遊戲呢 他叫做Campaign Manager 2008 然後就Campaign Manager Campaign就是美國的競選就叫Campaign 然後 所以他就是你就是競選的 策劃者 對你是競選的策劃人 然後你必須要就是有點像選舉幕僚 然後就是2008年當時就是 歐巴馬對上John McCain的那一場選舉 基本上你就是要你有很多牌 然後你可以運用你的牌 譬如說你要去打一個選舉肇事活動 然後或是你要去就是 拉一些聲量就辦一些各次各樣的活動 然後這還蠻有趣的我覺得 然後再來有個關於美國的一個桌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麼是潔力榮源 我知道 知道 那余已經講好了 我知道是說那個美國那個 在講美國那個 那個選區劃分 對對對 有點畸形的那個一個一件事情 因為選區劃分他會依照某一區 假如這一區是哪一黨贏了 他就會拿著那邊的選票 所以就變成說今天是某一黨比較主導的話 他可以去重劃這個選區 讓他對比如說共和黨 他是有利的 那他就雖然在其他地方他輸得很慘 但是他只要在某些地方他有贏呢 他就幾乎可以拿下很多有利的區域的票 對 就基本上潔力榮源這件事情就是在講潔力這個人呢 他就是基本他們就是為了要擴讓他們自己的贏面比較大 所以他們就自己畫那個選區 所以如果去看美國選區是很畸形的 就是都是為了黨派利益啦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手段 那這個遊戲呢 他叫做Map Maker 就是地圖製造者 反正你基本上就是 你也要玩這個政治手段 然後去畫你的你的選區 然後讓你更容易贏的選區 你不覺得很邪惡嗎 真的 所以他有些區域他是 一般可能是方形方形這樣子 是最一開始的部分 但他後來為了讓自己的選區 依照區域劃分統計下也是有利的 他甚至有一些是像L型 然後像一個吞食蛇有沒有 大家有玩過 所以就很畸形的狀況發生 就之所以他會叫結利榮原 就是因為 那個形狀 那個形狀太怪了 然後大家就像是一個榮原 所以他叫Gerrymandering 對 所以這就叫結利榮原 然後這個桌遊 就是讓你去操作結利榮原 這個政治的手段 玉婷有沒有給你一些 就是啟發 你可以用台灣政治手段 譬如說 什麼綁樁固樁啊 對啊你就可以去研發一個 我一直在就是逼你要去研發 新桌遊啊 綁樁桌遊是不是 如何綁樁 對 如何固樁 如何拔樁的桌遊是不是 好這樣好像不太好 就這樣是比較偏向負面 就對 就在教人要什麼 這種政治手段 不是對 好好像就是這個 好這個桌遊還蠻有名的 但是好像不是很適合的 就是不可取 然後還有個遊戲 我覺得是比較屬於是 對國際 國際政治有很有興趣 不是美國 是對國際很有興趣的 然後或是對歷史 歷史狂就會很喜歡 叫 Twilight Struggle 超級經典 他基本上就是在玩 當時美俄的意識形態鬥爭 就當時美俄連戰嘛 然後所以你就一個人會當 美國一個人會當俄國 然後你們兩個就是要去 擴大你們的影響力 然後我覺得其實到現在還可以玩 就是你把他那個角色換一下 換成美國跟 中國 你講的 他講的 就就可以玩 但是好 對就到底現在美國跟中國 是不是意識形態的一個鬥爭 就還有帶大家去討論 但基本上就是這個遊戲是你可以 就你就是扮演 冷戰時期的美俄 然後他們去擴 如何在國際關係上面 然後去增加你的Allies 你的同盟 然後去剪弱別人的Allies 或許我們就可以從這個遊戲 去扮演看看美國啊 或者是共產黨國家 那或許我們也可以這樣子去了解說 哦這其實中間的利益是有 不會有永遠的敵人 不會有永遠的朋友 就像剛剛玉婷的故事一樣 對這個遊戲我是還蠻有興趣想要 我會想要買啦 或是玉婷可以做一個中美的 我一直在 又另外第三個遊戲了 哎我們真的是確實沒有挑戰做國際議題 對啊其實台灣 的遊戲 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 就是因為台灣很小嘛 所以我們非常需要了解國際動態 對沒錯 那你不覺得這又是一個 就社會責任嗎 真的國際的遊戲其實我覺得也 好糟糕 蠻值得去做的啦 因為其實確實台灣的位置上面 就是也是很多大國啊 美國中國日本啊 各個地方在這個位置上 而且台灣本來就是一個 蠻需要跟各國打交道 不管是外交貿易的一個國家啦 沒錯 所以這個確實是 我覺得蠻值得做 像我們其實這次工作坊 就是跟他群合作 會嘗試看眾生議會去做一個 國際關係議題的嘗試 小小預告一下 我是在幫那個玉婷推坑欸 就是 我覺得 對啊 我覺得沒有不好啦 就是我需要累積多點靈感有沒有 就是這些都可以放進靈感 然後就慢慢做嘛 慢慢做 然後我最後再 最後再就介紹一個 叫做Diplomacy 就是他也是很經典 然後他是1959年他就出了 然後他 是不是以美國為本位 他是以歐洲 歐陸為本 歐洲啦 歐洲為本位 所以你總共有 要辦有七個玩家 然後這七個玩家 玩家分別代表 就是大英帝國 法國 奧匈帝國 然後還有 還有德國 還有義大利跟俄羅斯 還有土耳其 然後時間設定是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去做一些權力的爭奪 軍事上的競爭 對對對 就類似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有點要鬥志 不簡單 好就是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買的話 這些東西應該是在Amazon 都買得到的啦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可以問問看 他群有沒有興趣 就是代理 又在幫你推一個 其實 沒有啦 其實裡面有 有些遊戲 其實台灣 真的是已經有進了 像那個剛剛那個 那個 美蘇大戰 其實其實 台灣已經好像有發言中了 就是冷戰熱鬥 還蠻有名的 真的喔 蠻有名的 他其實 賽座排名算蠻前面的 欸 是我顧落寡文 我還在這邊 冷戰熱鬥 但是其他遊戲好像就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 好 就只有那一款 好 那我們也希望他群之後 可以代理更多國外的遊戲 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想要代理一些 應該說我們 我們確實也會 也會想過說 代理一些好的一題 遊戲進來台灣 這也是不錯啦 對對對 那你做遊戲下來 有沒有什麼感想 會不會就是覺得 真的很辛苦 叫大家都不要進來 因為這工作應該要講說 很少人在做 那做這個工作的 背後一些心酸事 喔 其實我自己覺得 做遊戲比玩遊戲好玩 我先說 這次這次 但是實際上呢 做個遊戲 不會只有在做遊戲 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 就是因為你要經營嘛 就等於是說 也要做行銷啊 對不對 你有很多行銷的東西要做 你要做 很多 甚至很多行政事務 就是其實 公司有非常非常多事情要做就對了 所以 呃 甚至是 很多客服有沒有 因為也就是說 印刷會 一定會有 一定 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沒問題 一定有些瑕疵品 就得要處理客服退換貨 所以就是 其實 做遊戲本身比 玩遊戲好啊 對我而言 但是實際上 要 以這個為生 呃 為生存的方式的話 背後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難以言喻的雜事 要去處理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 比較辛苦的地方 這樣子 因為我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你選的方向是蠻特別的 你做的不是一般娛樂性的作用 你做的是一個 呃 可以說跟議題有關 或者是可以說是 呃 對政治或是對歷史 必須有一些了解或興趣 是 那其實玩起來 哦 我 我必須說 哦 我有玩過烏托邦賽局 玩過眾生音樂 那真的是很騷腦 很 呃 很要花心機模擬 呃 比如說一個政治人物要想什麼 一個呃 所謂政治當局的 呃 總統啊 他應該去顧慮到 一些社會制度有哪些層面 那 為什麼要挑一個這麼難的東西做 呃 我覺得真的是 熱情啊 就是說其實 我第一個是說 我其實對社會科學是有興趣 然後我對社會議題 當然也是 很有熱情 然後我覺得 社會議題確實 沒那麼好理解 所以我覺得用遊戲的方式 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然後當然是我自己很想要 也很喜歡 也很喜歡玩這樣子的遊戲 但是目前就是很少這種遊戲 所以說既然都沒有這樣遊戲 我很想玩 就把它創造出來吧 對 就是我的 我的想法是這樣 嗯 我可以分享就是我玩過 眾生醫會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有趣的 呃遊戲 因為 我就會想拿這個遊戲跟 啊 啊韓粉的爸媽玩 不是說我爸媽是韓粉 哈哈哈哈 我爸媽應該不會聽這個節目 哈哈 反正就是說 他其實讓大家可以有機會 啊 我是 啊 很討厭川普的人 但我今天變成 啊 我選到一個川普的角色 但我一樣要想辦法 啊 去 從過程中呢 得到 啊 所謂的選民的支持 所以我就必須同理 啊 所謂的一個川普 他現在在這個角色會去怎麼思考 啊 比如說意中政策這個議題 然後或者是 假如我是啊 抽到 啊 習近平好了 我會怎麼思考這個議題 那我假如抽到 比如說 呃我是蔡英文總統的話 我會怎麼思考這個議題 其實是蠻有趣的 因為有時候 川粉 或者是你是拜登的粉絲 那有時候其實你很難想像 對方在想什麼 但透過這個遊戲 你就不得不去思考 所以其實 可以處 呃 想要 讓自己的想像 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啊 想要了解別人 在怎麼想的時候 其實是蠻好的 對 那我覺得之前這個 這些遊戲還蠻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 可以換位思考 那我覺得在民主社會裡面 就是最重要的 我個人覺得 很多人會講說 民主最重要是投票啊 或什麼 但我覺得 更重要的是 人與人之間 有沒有辦法去溝通 就是你能不能去尊重 在民主社會當中 跟你意見不一樣的聲音 然後去聽他們 然後去接受 呃 不一定接受 但是去理解 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讓不同的聲音 能夠在一個社會當中共存 那我覺得 就是這種 就是透過桌遊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可以 逼你自己要換位思考 因為你不知道 你自己抽到的是什麼角色 對 然後有可能 不知道你自己抽到的是什麼背景 那你必須要去 用它的角度去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 就像剛才講的 就會有很多的啟發 所以就是推薦 就是大家去玩桌遊 有興趣的話 可以 來我們工作坊來玩玩看 因為這次的話 我們會 比較有一些台美議題的機制設計在裡面 讓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就是歡迎 你是川普的粉絲 或者是你是拜登的粉絲 還是習近平的粉絲 小英的粉絲 通通都來 就是如果你對這個台美關係 或是國際關係 真的蠻有興趣 但沒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 讓大家 不同溫層的人好好對話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排出時間來嘗試看看 其實我覺得來我們觀測站的 見面會的人 應該會蠻多是在同溫層 但是我們玩這個遊戲 就逼著大家 就算在同溫層 也要去思考 不同溫層的人 他們在想什麼 那我們希望 也這樣子去推動 讓我們的民主 可以再更好一點點 我有個想法 假如你平常 就是跟某個朋友 或者是你的父母 或者是某個長輩好了 你看他一聊到 這些台美關係 就常常吵到不可開交 就找他來玩 看是不是能有不一樣的火花 那至少說你們有交流到 而不是好像你在講你的 我在講我的 那這是一個好的機會 我就可以嘗試看看 所以你是在邀請我們的觀眾 就是邀請他們的父母輩 或是跟他們意見不合的朋友 來我們的觀測站的見面會 找你討厭的人一起來吧 那我們今天的觀測站底下啦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然後這是1.5G的第三集 那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反正第1.5G就是一個水源的狀態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下一集 所以那還是下一集見囉 那就先這樣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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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講掰掰